欢迎来到Crypto Tricks 在视频开始之前 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 不错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 We're going to make it 大家好 欢迎回到Crypto Tricks 然后呢 今天呢 是我们讲这个区块链1.0 然后主要是回顾一下这个数字加密货币的一个诞生的过程 然后呢 在前面几期的话 想必大家也应该有所收获 就我们讲过这个比特币的白笔书 还有这个以太坊的白笔书 然后包括钱包啊 区块链的一些共识机制 我们都已经讲过 然后呢 现在的话 我们来从一个high level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区块链的一个衍生的过程 和它的进化过程 然后它是如何发展 也就是说 在我们讲完这个今天的区块链1.0之后呢 我们下一期会着重来讲这个区块链2.0 也就是进入到一个就智能合约的这么一个时代吧 算是区块链1.0呢 就是主要以这个比特币的开端为自备化和整个影响 OK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首先呢 就是要讲一下 它加密货币 它是如何来的 然后呢 它的存在 以及它的发展 OK 首先呢 它其实在1983年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密码学家叫David Trump 然后它它发明了这个Ecash 然后呢 它可以是通过这个digicash 也就是数字呃 这种现金的方式 然后可以实现这种加密电子交易 然后用户需要是从这个银行去提前出来 然后通过这个digicash进行这个电子转账 然后呢 这个整个过程是一名并且无法追踪的 但是呢 由于它较早 然后后来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推广 所以它这个digicash就后来在破产 但是呢 它的它的一个发明 其实是最早通过这种就是加密学 然后去进行这种加密的电子交易呢 它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 就是在1998年 然后这个戴威吧 然后威代提出了这个Bmoney 那这个Bmoney其实也是一名的 这个分布式的电子现金系统 然后呢 这之后呢 这个Nick Sabo 就是又提出了这个Bgo 就是比特币金 然后是通过这个使用工作量证明的机制 来驱动的交易系统 那其实呢 随着这个世界货币金融体系 尤其是美国的发展与变化 这个法币的这个就是应用也好 包括这个黄金的脱钩 然后以及上世纪末的这种逐渐的互联网 与这个计算机科学的发展 那电子货币的这个出现与发展 是一直都存在的 但早期呢 对一些这些解决方案以及系统 由于不够成熟 然后缺少人们的这个采用与普及 所以是达不到 它的一个像现在有这么影响力的一个效果 但是呢 这些都是为比特币的诞生 提供了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OK 那2009年初呢 就是当时当时的这个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呢 这个华尔街金融信用体系这个崩塌 然后Satoshi Nakamoto发表了这个 比特币的白皮书就诞生了嘛 然后呢 结合这个加密学算法 与这个工作量证明的这种共识机制呢 成功创造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这种去中心化的交易系统 以及我们熟知的加密货币比特币 OK 但在这个比特币诞生之初 也是在小范围的这种community中使用 以及这个参与节点认证 然后直到后来逐渐有更多人的参与及认识 才得以有现在这种影响力嘛 那这里推荐大家可以去这个Caucera上 就是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课叫Hot Software A Finance 这门课 然后这个是免费可以去注册的 然后呢 这个lecturer是Martin Shavitz 然后他是一个背景非常丰富的 就是之前是最早期都是学计算机的 然后他是一个计算机科学家 然后后来是进入到高盛 然后去做data相关的一些系统搭建 然后最后是做到了高盛的VP 对所以他他的在这个金融与计算机行业 Fintech行业有大概二三十年的背景 所以这门课我觉得他从这个货币政策 以及金融体系的角度去切入 然后谈及计算机系统 以及像软件 然后API 他是如何慢慢的就是融合到这种传统金融里 然后并且他也指出了 就是说像比特币这种新的货币形式出现 是如何影响现在的这个金融体系 以及这个国家的这种CBTC的发行是否是合理的 或者说他应该整个解决方案应该是什么样的 所以这个 通过这个这个课的话 我觉得可以给你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就是 Fintech Financial Technology这个角度去看一下 整体的这个格局是什么样的 对 那在比特币之后呢 又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应用 以及加密货币 比如像这个Namecoin Liecoin等等一些比特币的分叉 在近十年的时间呢 除了主流的这个市值够大的 我们都熟悉的加密货币 以及比如以太坊啊 Savana Cardano 然后还有像那种LieR0的Blockchain Cosmos 还有像Polkadot 应该有超过9000种加密货币出现在市场上 那其实回顾一下区块链 加密货币的发展也跌宕起伏有十余年了 那在这个空间中呢 有来自不同角度和社会的声音 有来自这种社会各界的信徒 也有持有怀疑的这种抨击者 但是呢 无疑是区块链的发展是从未停止的 因为它并不是没有价值的一个存在 那首先我自己再推荐一个YouTube上的另外一个视频 叫这个Stanford 是Stanford的一个Seminar 然后Webinar吧 然后这个叫名字叫Web3 Considered Possible Futures for Dissertialization and Digital Ownership 这个课呢 是有两位 这个Webinar是有两位这个计算机科学家 或者也是曾经创业者教授 然后从High Level 讨论了Web3的发展 这两个人一个人叫John Mitchell 另外一个人叫Mark Mitchell 感兴趣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链接 放到这个Description里 然后这个这整个Webinar中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是他们 总结了一下整个区块链的 这么一个行业中的一个Landscape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图中 就是Blockchain作为一个底层的 就是非常底层的一个驱动的技术 然后或者说一个机制 它它从比如说再往下走的话 它从Technology也是技科技 然后Ledger账本 然后还有Finance 就是这个金融 然后以及现在我们大家都听到的Web3 这么这么延展出来这么四个领域 对所以它的 我们可以看就是说 这个Blockchain它所带来的 因为它本身具有这个经济的性质 然后又具有自己的货币 然后包括它是以这么一个 Financial Service的初衷来去诞生了 这么整个驱动 这个Blockchain的这么一个技术 那它除了像最早期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科技的角度出发 然后它分为这个Open开放和Closed 就比如说是PublicBlockchain 或者PrivateBlockchain 那Open的话就是对于Public来说 就是对公众可以参与的话 是通过这种比如Proof of Work 和Proof of Stake的这种协议 那这个里面包含Lear1 或Lear2的这种Blockchain 然后这个Closed的话就是 可能更封闭一些 这种PrivateBlockchain的应用更specific一些 然后它会去比较适用于一些政府或企业去用 OK 那这个Lear的话就是通过这种账本 就是不可篡改账本的这种特性的话 它可以去来比如说解决 通过区块链来解决这个supply chain 也就是供用链的问题 然后包括Credentials 然后这个包括房产 这种类似于这种房产的这种去记账 然后去不可篡改这么一个特性 那像Finance的话 Finance的话其实就是包括这个Cryptocurrency 对吧 因为Cryptocurrency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实际上是整个Blockchain 区块链运转的这么一个燃料吧 算是它是提供 这个Incentives 这么一个激励的这么一个货币形式 那所以在这儿呢 Finance的角度来说 金融角度来说 Cryptocurrency的话 它就是可以作为一种通过ICO 然后也涉及这个Valet Technology 也就是钱包技术 然后包括一些像稳定币啊等等 来去就是铸造背后的这个经济学模型 那还有一个领域就是说涉及就是DeFi DeFi的话利用Smart Contracts 然后借贷啊 然后这个包括UFarm 这个流动性挖矿啊等等 包括然后创造市场 这些的话都是像 都是在DeFi这个领域中 也是通过Blockchain驱动 然后有Finance 然后到这个Cryptocurrency 另外一个就是DOT实际上 DOT其实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在区块链上运营管理和运行这种决策机制的这么一个体系吧 然后所以它所提供的话可以是作为Crowfunding 或者说像这个Share的一些ownership 就是共享的所有权 然后包括Decision Making做决策等等 这个DOT的话 我觉得其实这个地方他们所放在Finance下面 它这个DOT其实是应该是放到这个位置 就是跟这个Finance Web3是放在一起的 我个人理解 然后这个Web3呢 其实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Buzzword 那这个Web3现在也没有具体的一个明确的 特别特别明确的定义 那我们可以可能看到了目前Web3 包括像这种Collectable 就是可以收集的 收藏的价值 具有价值的东西 像比如NFT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市场也都那么久 就火爆那么久 然后另外一种是像这种ownership的exchange 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话 利用这种像token的system代币的系统 然后我们可以做出来各种各样的应用 比如像之前我们见过的这种play to earn 然后write to earn 或者说就是anything to earn这种的 像一些游戏啊 然后什么的都其实在这个领域下面 但Web3呢 我觉得就是其实还有远远不止这些 还有很多就是可能继续探索的一些其他新的应用 包括像未来的major这个file storage 就是存储 或者说像这种就是在搭建的blockchain上的这种 云计算的功能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在未来web3 驱动web3的很重要的一个点 ok那照相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历网 历来这个在区块链1.0时代的这些竞争币 那我这地方就是 呃就是大概讲一下 就由于其实这个区块链代码的开源和这种开放特性呢 其实没有 他其实这个呃 参与度是很门槛很低的 那在早些年的实际上有非常多的这个山寨币的出现 那基于与比特币完全雷同的概念或者设计呢 然后调整一些参数 然后就发行货币 那这个这个话当时因为很多是在这个市场中他 呃 这个消费者或者投资者对 整个crypto的这个理解是参差不齐的 所以就是有很大的信息差 这样的话就很多人来啊 就可能会被圈钱啊或者被割酒菜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出现 但是呢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区块链或者说加密货币的诞生是 进行了有益的一些探索 呃 这就是其实为什么我们在接触这个crypto的钱呢 需要去啊 也就是DYOR就do your own research 所以研究清楚 所以具备一定要具备一种学习能力 那在2011年到2014年间呢 有非常多的这个加密货币如春笋般冒出 当时呢 微神也加入过这个mastercoin 叫万史达币进行这个合约 金融合约的探索 但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可以让人看清楚 就是说比特币的其实局限性 以及他这个区块链开发的这个难度 那但是呢 后来这个以太坊诞生 的确的确确的将这个区块链的世界 带入到下一个境界 然后打开了很多大门 那我们这里再看一下 就是说当当时几个这种竞争币的一些简介 那这里呢 呃都称之为这个all coins吧 也就是说除了比特币的 这个剩下的一些货币 都是称之为这种all coins 那 首先第一个无疑就是dogecoin 对吧 就大家都很清楚了 这狗狗币 那这狗狗币实际上应该是 就是几乎跟用的比特币的代码 那它是一个非常出名和诙谐的 这么一个加密货币 然后呢 我印象中这个狗狗币的创始人 最早完全是因为好玩 然后才搞这么一个dogecoin出来 然后也从来没有想过 就狗狗币会受到这个 如此多人的青睐 以及这个炒作 然后那后来呢 其实还有像这种柴犬币啊 然后差不多的性质 其实都 然后给大家都增添了非常多的乐趣 那还有下一个 就是说这个dashcoin 这个dashcoin当时的出现了 也是特点的是交易速度变得很快 然后拥有这个廉价的一个手续费 其实相比这个比特币的话 是一个非常大的改进 然后呢 并且dash本身的运作机制 其实就是 这个算是一个道 那其实它还有一个 就是自己自足的这种预算系统 和去中心化的这么一个决策机制 去管理整个这个区块链 所以它这个dashcoin的话 也是一个呃存在比较有名的 那可能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 就是这个ripple 呃xrp对 这个瑞波币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都知道 然后它的目标 是类似于取代这种swift的 这种全球呃货币转账的支付系统 然后可以让这种不同货币 不同地区之间的转账变得高效 以及低成本嘛 那这个ripple拿到了很多的 非常多的投资 并有很多大的银行进行的 这些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但是呢 它有非常多的诟病 比如说这个发币机制 以及比较是比较中心化的 然后而是它是集中化的一些管理治理 然后大部分的这些怎么说代币啊 其实都是掌握在这个创始人 和这个ripple这家公司手中 然后呢啊 并且这个区块链协议 也是比较中心化 这么一个一个程度 所以啊 并无法让我们完全信服 它的这种legitimacy 然后以及未来是否可以成为 一个可靠的这么一个啊 区块链的系统 ok那其实最后呢 呃也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为什么这些啊 这些竞争币啊 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那首先呢 我觉得竞争币啊 就更并不是山战币啊 就okcoin并不是那种山战币 啊 竞争币的 就是它的存在呢 在探索这个区块链发展 与这种应用呢 其实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比如提出新的这种啊 共识算法与机制 对不对 然后改进这种货币经济学 然后以及决策机制等等 其实它是在这种 就是比特币的基础上 是进行了更多的探索 然后延伸到更多的行业中 那让这个区块链的行业 有了这种百家争鸣的景象 其实在宏观上呢 是对这个区块链与 加密货币的应用探索 进行了一些 做了很大的贡献 那智能合约的出现呢 实际上也是具有非常颠覆性的 那我们看到了 区块链应用的更多可能 然后同时可以自动化 非常多的一些process 那这也是我们的一个 下一个阶段 就是说需要去探索 更多的一些东西 那其实所以就是说 区块链1.0的一个时代呢 其实就是也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探索阶段 然后呢有很多的币出现 然后还以这个比特币为首 但是现在未来的话 我觉得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 就是基于比如说以太坊上 然后包括像一些新的机制 或者说像跨链桥等等 这些各种各样的应用 都会变得越来越完善 所以在下一期呢 在区块链2.0的时候 我们会就是着重讲这个 就是以太坊 包括这个智能合约 它的整个一个原理 然后包括像EIP ERC等等 这些各种各样的proposal 和这个协议 OK 然后呢 所有我今天讲的这些内容 还是都在我们 那个blockchain学习计划中 然后感兴趣的话 同朋友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包括一些好的链接都在里面 这个google doc的link 在我们的这个discriminate中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别忘记subscribe和like我们的video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